对我来说 拿起相机按下快门 并不只是在拍照而已 那是一个享受当下 参与世界美好事情的过程 至于那些摄影观念 在我十数米的拍照机面中 早已存在我的脑海中 身体里 并不会干扰着我 如何去享受当下的心情 拿起相机 构图 操作曝光变速 那不是我心中最在意的事情 我所在意的 是沈静宇拍照过程中 感受当下的环境的变化 风吹过耳边的呼啸声 阳光洒落在我身上温热的感受 眼睛被光线刺得睁不开 参与这个世界这一刻的变化 才是我心中 起行动力的摄影 摄影对我另外一项的意义 除了保留那一刻之外 是尽可能的 将我无感的体会 用平面的照片记录下来 耳后回放这些照片 尽可能激起 我心中曾经以往的感受 我多想将这些感受 分享给我更多的学生 更多的读者 这不只是对摄影的热爱 更是对生命的记性体会 可惜的是 对我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可是 不少人错过我曾经体验过的经验 花了不少时间 我总有发现 是因为什么 从包包里拿出器材 为了拍摄准备 花费了不少时间 当相机窝在手中 脑海却开始一片空白 心里赞叹的美景同时 就忘了该怎么好好地通过相机 一把镜头 将眼前的感动将一把留下来 猜想该用什么曝光模式 光圈该用多少 最大光圈是好吗 还是要缩小一点 快门更没有概念 调了半天 除了亮暗速度差别 没了 随便用吧 对焦呢 放在哪里才是对的 上次是对左边 这次换右边 当你心急的这些同时 时间在你的焦虑中 偷偷地消失 这次 你又失败了 抱着失望的心情告诉自己 下次再来 好 摄影 表面看到的是艺术 里面隐藏的是技术 技术 包含了所有摄影中 每一个基础的观念 和我们经验的累积 当这个世界 主流的蜂巢下 不断追求表面的艺术创作 不但能满足心中的成就 更能创造出更多的掌声 除此之外 我觉得 我们值得拥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而我所执着的 是隐藏在艺术下 那些种种技术 是如何抉择的故事 故事 比起玩意的表象 更能吸引我的脱落 专注 在我心中 没有难剧 差不多这么拍就好 每个参数 都代表着 心中当下感受的一项趋势 竟是为了创作和艺术 所做下的决定 每一次的决定 都是独一无二 正是因为如此 让我们体验到的 摄影是一个刹那间的用途 没有任何人 能复制他人的感动 每一个感动 都是如此私密 只有自己最清楚 因此 我们才如此不走 任何一副作品 若吸引住你的目光 那是成功的 但又是否能进一步 勾起你的心中激动的共鸣 这点 我们值得好好地想象 我认为 在欣赏任何一副作品之前 别被其表象 框住了你的思考 真正勾起共鸣的 绝不是表面 而是隐含在照片中 那些不为人知的抉择和迷惑 那才是照片 故事和含义 了解过后 才足以激起 我们心中的共鸣和感动 说得简单 又该如何做到 在讨论艺术创作之前 我认为 如何觉得曝光 创作参数的心路历程 与感受 才是只剩那些 一幅让人感受 惊艳作品下的坚固基石 厂若无法充分解释 在创作过程中 每一滴辛苦的创作过程 心血 对我来说 那仅是空有点 线 面 色彩 与明暗组合的作品 那是空泛的灵魂 难以激起我心中的共鸣 我的课程 每一堂课的设计 并没有华丽的外在标题 既不追求速成速效 也无法让你觉得 大开眼界 指挥跳键 我所做的事 努力以赞你地 尝试沙石的穿达每一个想法 分享给你的 并不只是摄影的技术 但期待你也能回 我心中摄影的世界 如此课程结束后 当你把握着相机 取景 创作的过程中 不再手忙脚乱 而是带着平静 欣赏美景的心情下 有条不问 依序操作每一个参数 每一个按键 任何一个决定 都是你对当下感受情绪的反应 此时 你会发现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你并不是在拍照 而是参与这个世界的 真理 相机 镜头 只是你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工具 将不再成为主爱你 沉浸你 享受这个世界当下的办法 这就是 我二十年来 摄影累积的精神 更是我数年来 教学所追求的目标